在一所超人高校人都拥有超能力 聊美的后果不堪设想 本集里哥带了电影超人高校 在充斥着超能力者的世界 威尔相当于含着金汤石出生 她的父母表面是房地产竞技商 实际上是超人统帅和女飞侠 每天除了忙于赚钱还顺便会拯救世界 父母离大无穷 但威尔却平平无奇 试着举重却取不起来 因不想让父母失望 威尔便一直隐瞒着 这天是开学日 威尔准备迎来高中的第一天 她与青梅竹马雷拉 一起坐上会飞翔的校车 前往漂浮在半空中的超人高校入学 雷拉拥有控制职务的能力 她与威尔从小就结识一起长大 雷拉暗恋威尔 但威尔却只当她是朋友 超人高校是超能力者的聚集地 有的同学会分身 有的则能召唤冰雪 威尔等一众新生正在左右观望 飞猫腿胖飞和弹簧人绅士 本来打算欺负新生 幸好高三学姐电磁女 及时出面解回 见到学姐的第一眼 威尔就爱上人家了 随后新生们进入教室 进行超能力分班 整个流程就是新生上台展现能力 然后教练看完后做出判断 能力厉害地归入英雄学院 能力平平或差劲 则归入跟班学院 接下来新生们陆续上台 而雷拉觉得这种分班方式不公平 触怒教练 导致她被分配到跟班学院 不知不觉到午饭时间 威尔和同学去食堂吃饭 结果被火轮一直盯着看 原来火轮的父亲是个超级大坏蛋 后来被威尔的父亲打败 关入监狱判武器徒刑 刚来到学校第一天 威尔就被人看不爽了 午饭过后 威尔被要求上台展现能力 他被迫无奈 偷偷告诉教练 自己是个平凡人 但教练以为威尔想低调 还用各种方法来考验他 结果威尔被搞趴下 毫无疑问 威尔被分入跟班学院 晚上回家 威尔本想向父母吐露事实 但还没来得及开口 父亲就将他领入秘密基地 被各种新奇花样吸引的威尔 不想打破气氛 于是又将秘密放在心里 隔天威尔来到学校上课 谁知跟班学院的老师 是个训咖 只会闹笑话 但却平易近人 威尔在学院度过一段开心时光 即使没有超能力 至少有朋友陪在身边 威尔感到很满足 后来威尔邀请同学到家里做客 顺便告诉父亲事实 自己并没有超能力 父亲听完后安慰儿子 也许会是大器晚成 但威尔不在乎 他以作为跟班学院的一员为荣 没有超能力的威尔 在校长受欺负 一日弹簧人故意绊倒威尔 导致他不小心惹到火轮 火轮一下子怒了 抓起威尔就痛扁一顿 不停射火球 就在这时 威尔的超能力觉醒 瞬间变得力大无穷 最后威尔用灭火器制服了火轮 在学校斗屋打架 威尔不仅被关进学校禁闭式反省 回到家还被父母狠狠教育一顿 但对于儿子不再平凡 父亲乐得蹦蹦跳 还买来游戏机送儿子 由于超能力出现 威尔被分派到英雄学院 与学姐电子女同组 一看是心上人 原本威尔还有点不开心 结果看见学姐 瞬间就乐了 两人在课上相谈甚欢 威尔还跟英雄学院的同学一块吃午餐 但威尔也因此跟雷拉等一众好友疏远了 下午有一场解救人质的考核课 威尔和火轮被分到一组 对手是胖飞和绅士 一番激烈的对决后 威尔组取得胜利 她与火轮之间的完美配合 促进两人心中 滋生出友情 本来威尔和雷拉相约晚上一起吃饭 但威尔一回到家 就看到电子女父亲在攀谈 关于雷拉的事情 她瞬间都望光光 电子女邀请威尔一家参加校友舞会 同时还想当威尔的舞伴 威尔和父母欣然同意 对于威尔放鸽子 雷拉感到很生气 于是她故意与火轮走近 一起来气死威尔 因为那天晚上 陪伴在雷拉身边的人正是火轮 这天威尔和电子女在家里约会 结果对方却叫了一队人开派对 为跟电子女独处 威尔破坏父亲定下的规则 带着电子女来到秘密基地 两人还亲吻一番 等来到客厅时 电子女对着碰巧路过的雷拉 说尽各种不友善的话语 导致雷拉哭啼啼地跑走 看见青梅竹马流泪 威尔怒了 这时威尔父母也赶了回来 轰走所有的学生 由于对雷拉心怀愧疚 威尔决定不去校友舞会 而从火轮口中 威尔才知道原来雷拉喜欢自己 就在威尔待在秘密基地 闲来无聊 翻越着父亲的校友路 突然发现电子女的身影 原来电子女本名叫麻烦天王 原本是超人高校的学生 但因是科学狂魔 还制造很多危险武器 后来被威尔父母支服 电子女之所以接近威尔 是想拿走陈列在秘密基地的奶娃枪 与此同时 在校友舞会上 电子女露出真面目 拿出奶娃枪 将威尔父母和超人学校的学生 变成只会舔手指的婴儿 只有火轮和雷拉等 聊聊几个学生成功逃出 此时威尔赶到学校 她与电子女开始大战 而雷拉等人 则跟电子女的同伙对决 双方互相释放技能 你追我赶 打斗过程中 威尔不仅拥有神力 还学会了飞翔 最终威尔成功解除危机 将父母和西数学生恢复原样 众人重回舞会现场 而威尔和雷拉 则漂浮在半空中拥吻 物以西为贵 经历过世间冷暖 才可察觉友情的重量 它值得人们挥洒时光 用尽真心去呵护 虽然时威尔会说讨厌的话语 做出愚蠢的举动 说出各种奇怪的想法 但能一直陪伴在身边 这就足以付出一切去珍惜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丽哥 原作登展 照亮你心